出发消息 欢迎这次观看9明年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时间2月18日 江苏消息显示 该地一工厂在今日发生巨大爆炸 导致多人伤或死亡 当地一位民众反馈提到 生产滤棒的车间 因为滤水溢水发生了大爆炸 死或伤的人数不少 第二位当地民众反馈提到 今天在泰州浙江边有很大的厘清味道 不会就是这爆炸吧 第三位民众反馈提到 昨夜熬夜被爆炸声吓醒了 凌晨2点多感觉这个房子都颤了一下 床也在颤抖 心脏病差点给我吓出来 我还以为谁家每期观爆炸了3点多 来的救护车 第三位当地民众反馈提到 爆炸的工厂名叫海安亚太科技 第四位当地民众反馈提到 刚过晚年就发生这等事 刚记完没几天就散了 这让十几个家庭多难熬 第五位当地民众反馈会提到 爆炸的工厂就只剩下几根柱子了 这个工厂其实是一个在建工厂 各种配套还没弄好就开工不出事才惯 有关此事当地政府通报提到 2024年2月18日20时11分 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亚太清合金南通科技股份流线公司 车间内生产粒棒的铸造并区域发生爆炸 截止目前工造成3人死亡 2人失联收救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及其有关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亚太清合金公司 中国的网络资讯写计 亚太清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由上市公司亚太科技出资成立 主要从事汽车用力工业 行财和力管财的生产和销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